在前几天的湖南快年晚会上,可谓是众心奇聚,作为娱乐圈中数一数二的大姐大杨幂与当红小花杨子,自然也是盛装出席。 在当天的快年晚会上,杨幂携手好闺蜜周笔畅,为大家带来了一首小幸运。 台上两人默契的配合,有爱的互动,也是令众人直呼好甜,随着微博之夜的进行,网友们也是搬起小板凳默默吃瓜。 而虽说这一整场下来,似乎没怎么看到杨幂与杨子的互动画面,但却也并非没有,在当天的活动上,杨幂和杨子就被安排坐到了一起。 说来也有点好笑,当杨子坐下后,他当天身上穿的礼服就一个净掉毛,就连一旁的杨幂身上也是沾了不少,使得杨幂在上台之后还一直在扎毛毛,甚至特意举起来给台下的观众们看,一时间也很是欢乐呢。 而随着时间的流逝,当天的微博之夜也是迎来了落幕,最后,所有到场的嘉宾们也都纷纷上台合影,一般这种大型晚会结束了。 在最后的合影环节,免不了要放一些礼泡礼花来宣告晚会的结束,因此,不少明星的衣服上也都沾上了一些亮片礼花。 男明星们还好,因为他们几乎都是西装革履,这些礼花落在他们身上,随便礼一礼就都掉下来了,可那些穿着抹胸礼服的女明星们就不一样了。 礼花依非纷纷落在他们胸前,而恰好就在镜头前也不好直接上手拿掉。 而当天同样身穿抹胸礼服的杨幂,在发现这件事后,她的反应也是令众人直呼人品是装不出来的。 只见杨幂看到自己胸前的礼花后,便赶紧伸头看向杨子,并出言提醒,而杨子听到杨幂的提醒后,便立刻反应了过来。 只是小猴子,这怎么有种幸灾乐祸的意思呢?妥妥的好朋友无疑了。 不过,看着自己左右两位姐姐的互动,站在两人中间的王源,则显得有那么一些些不自在,只能尴尬地拍着手。 而看着这样的王源,网友们也是直呼弟弟太可爱了。 帮忙。 您现在大家开始看吧。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